社群平台的私資教材 各位可能看到了所謂的社群平台私資教材 接下來這個難題是最大的 這叫硬體 硬體據說是台灣的強項 但是也是我們SCA的造本 當初我們在做這個SCA計畫的時候 就發覺其實是很兩極的 就是說有些很高端的 可能我們在中小學不好應用的 但也可能很多人可能就是沒有了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是一個閉路蘭嶼的過程 那剛剛我們有稍微回顧 剛開始的時候是尋找替代方案 那時候有一位王先生叫Wistopher 他做了一個得宜的Long Japan的發展 他開發出了一個叫Booster Pen 所以在上面可以當作Picobo來做一個使用 好所以那個時候呢早期的時候其實大家都看到的照片 真的就是閉路蘭嶼自己來做這件事情 那後來其實我們很感謝這邊的兩位廠商 第一位是那個博通 博通當初在推這個Raspberry Pi的時候 曾經找我們過去 那博通我們跟他做Talk的時候 我們把Picobo給他看了 結果接上他們的Raspberry Pi 他們超高興的 高興之後就做了一批 做了一批 但是這一批後來好像聽說賣得很不好 因為那時候氣候不是很好 所以後來他好像是請Kaev出書 然後捐贈給台北市的學校 那後來呢在俊文勝老師的一屆之下 我們很感激今天也在現場的這個MOTO DUBO林先生 我們是給他掌聲謝謝他 那時候呢其實在很多都沒有一些奧元的時候 他可以出來跳出來 當我們做這個MOTO DUBO 他自己產生做一個類似像Picobo的一個版本 那這個版本也是我們捐在Picobo上面的一個版本 好那當我們Picobo 基本上課程也上G1了 硬體也上G1之後 邱文勝老師就說那下一步呢 好所以其實我們是有很大的壓力 因為我們課程要上G1 我們的硬體也要上G1 所以你就知道這邊有一個叫做G1神助風 就是文勝老師 我就寫了一封 我就在那個Messenger我就問他說 欸那個邱文勝老師 那個我們現在要弄一套上G1 你開一個Spec出來看看多少錢 結果你會發覺邱文勝老師以為今天是聖誕節 唱Merry Christmas叫做Make a Wish 他寫了以戳痕的這個零件表給我 我看了一下價目表一看 哇七八百塊 我說天啊 我就那時候打電話跟大家講說 邱文勝老師你說我到哪裡去弄這些錢出來 隨便上G1至少要一兩百套 你要叫我怎麼辦 後來 後來你知道當你需要的時候幫助都會來的 有一個人 好這個人也在現場 我們在後面謝謝他 吳志文老師 謝謝他 他其實在我們康古活動計畫整個實施的過程當中 我看從第一年他就有在幫我們開課 那時候他就是開自走車的課程 他的自走車不是買的 全部都是他自己手工做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對了 就是他這個人養了這麼久 今天終於要上場了 所以呢 我們在2016年3月25號 那天我都計畫好了 找了一群人去花蓮 好 在花蓮可以看到那時候 許宋亮校長還有陳國元校長都在現場 我們當初就來談這個東區的這個阿古龍的堅持計畫 那也很感謝花蓮教王 西隆教王 宜蘭教王 宜蘭教王中心 其實都有參與像這樣子的一個討論當中 那時候呢 我們就把一些我們想要做的東西 做一些規格 跟其實那裡面唯一 我們知道會幫我們的就是吳之魯老師 好就是他 那他也真的很努力的承擔了這件事情 所以後來我們在2016年8月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令人感動的日子 好我們那天再回顧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臉書社群 邱老師還PO了一個找義工 那一天你看 不是只有學校老師 是連小學生都來了 我的兒子 老闆在這邊 你也用上了 他已經開始有點憎恨我 因為我每天都叫他排件 好這樣我們才能夠做按揭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很多的媽媽帶著小孩 老師 學生 還有東華大學的大學生都來幫忙 所以那一場是真的非常的感人 那天我還在做簡報的時候 跟我兒子聊 我說那一場 他說對 那一場大家根本都不要命 特別是這位社區的這個志工 他第一天來的時候 他說你們把排件都排好 排得整整齊齊的給我 他就這樣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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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 喊完第一天之後 全部人都要打掉回家睡覺 因為還有第二天 第二天他帶他太太來 他說你來排件 來喊 所以你就知道那一個場次 就是所有人到現場真的只有感動這件事情 那一次我們在哈蓮大概做了一兩百趟 差不多 所以就整個把那一個東西混在 好 這是一個非常讓人興奮 但是非常痛苦的經驗 好 因為真的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想做這件事情 對於當來講 第一個 我們有能力能夠讓一些這樣子的教材 我們在這樣的硬體上軍營 除此之外 我們做了一件事情 我們做了一個槓桿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 我們不是沒有選擇 我們不是只有到淘寶網去買 我們也要試著從自己的角度看看 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好 那看起來是可以的 只要大家願意 好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計畫 真的非常感謝吳志文老師 我常常跟國泉老師講 要不是吳志文老師Hold住 我就死在這了 大家不要再做科普了 好 那 後來轉一年 這個科普計畫申請很麻煩 他過了幾年就要換題目了 換題目之後我在想怎麼辦 那時候剛好陸聯網的旅遊行 他就說來措施櫃圈就要陸聯網好了 那一天我又到了花蓮局長評審 我們稱國園校長就在我旁邊 他跟我講說 貴美老師 明年我們花蓮物聯網要整個推下去 你有什麼想法 我當場說 說不出話來 好險國園校長突然貴賓駕到 他就被搶走了 我那時候真的辭窮沒有任何的想法 好 所以那時候其實想法很簡單 叫嘛就是把我們的東區阿杜諾套件加上藍牙先用看看 不然的話 我們就用配一些ESP8266或像這個NodeMCU做看看 但是都不是很成熟 當你需要的時候 就有人來了 這個我們最好的策略 是我今年覺得最棒的一件事情 與科技大廠的教育基金會合作 那一天我現在已經找不到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去聯發科 是你說的 還是啟宏老師說的 應該不是我說的 我們都忘記了 那一天呢 我們就這樣子 就是剛好跟聯發科基金會有約 然後我們這個邱文勝老師 還有大象老師 啟宏老師 跟我們三個人就到內湖的聯發科基金會 然後那邊還有很大的那個 那個自助餐餐廳 我稍微看一下 好 來 那我們去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非常愉快的經驗 那一次去 我有預謀 我帶了什麼 我帶了我們自己 東區R2O套件過去 大家覺得這預謀在哪裡 預謀在哪裡 我們跟聯發科基金會說 我們很希望你們來捐贈我們7697 但是我們學校都已經買了這個東西怎麼辦 你不能讓我們交物聯網一套 交一般的R2O一套 所以那時候聯發科基金會是我談過 最有效率 最friendly 最好的基金會 當場 那個貝爾就把那一盒套件拿下去了 他就說 好 那不是很簡單嗎 那我們就做一個這個開發版 不是擴充版給你 讓你接就好了 欸 真的 大概一兩個月之後 這個東西就生出來了 接下來 他們也非常的積極 跟這個所謂的GD交易平台做合作 讓Lingget 7697的課程向GD 今天我們在現場有非常多的創客 還有今天我們的老師 很多跟Lingget 7697在做 那我們真的真的非常感謝聯發科 交易基金會在這方面的協助 讓我們的SCA又往前走一步 接下來我們就歡迎我們2018年 SCA最佳企業夥伴聯發科技教育基金會 楓執行秘書 好 大家請專練歡迎 好 我們所有現場的教育夥伴 還有包括我們科股計畫的呂教授 我們現場所有的企業夥伴 還有美容單位的夥伴 大家午安 我是聯發科技教育基金會 執行秘書 同心化 那也非常謝謝這一次SCA給我們的肯定 還有惠美老師的邀請 讓我們有這個難度的機會 能夠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其實通常我在跟大家分享之前 我都喜歡問大家一個問題 講到聯發科你們會想到什麼 會想到什麼 大家很客氣喔 其實我通常問大家的時候 我最常聽到的一個答案是 爆肝 然後第二個聽到的會是 比如說高興 那有可能再聽到 山寨雞 我想這幾個印象喔 其實是社會大眾對於聯發科 非常深深蒂固的一個印象 那聯發科基金會呢 從2001年成立 到今天已經17年了 其實我們一直透過不斷的跟社會大眾接觸 讓大家了解聯發科到底在做什麼 那因為今天的時間很短 所以我希望很快的讓大家知道 聯發科的基金會在做什麼 然後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一直認為喔 對於下一代來說 成立一個基金會最重要的目的呢 它要能夠降低知識獲取了名牌 並且呢 讓這個知識有實踐的機會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自己能成為一個平台 那在聯發科基金會這邊呢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們的價值主張 其實聯發科基金會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心中都一直告訴自己 我們要站在我們的價值主張上面 我們的價值主張就是 為了台灣 我們要讓我們下一代能夠 以知識驅動更好的未來 因為知識是我們能夠給下一代最好的一個禮物 那我這邊直接來講喔 其實聯發科很多人在說喔 聯發科如果他晚上下班關燈以後 他整間公司的資產就好廣廣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聯發科是一間純腦力的公司 它是做IC設計 所以聯發科是沒有工廠的 我們不像台積電有很多的工廠 聯發科本身呢 完全都是以智力 在創造價值的公司 所以晚上一關燈大家下班之後 這個公司的資產就很光光了 因為這樣的一個背景喔 所以我們知道 人才對於 事業 特別是科技公司來說 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資產 所以我們非常願意喔 投入更多的資源 來幫助台灣把科技的人才帶起來 那在聯發科這邊呢 對於科技人才的雜根 其實我們是有一套策略在做的 我們這個策略可以分成三個層次喔 就是大家這邊看到的 我們的三個層次 分別是以城市為單位 以學校為單位 還有以人才為單位 那剛才會美老師提到的 就是我們跟各個縣市合作的這個模式呢 就是在以城市為單位這個level裡面 以城市為單位的部分呢 我們主要是跟各個縣市政府的教育局 教育處合作 透過像剛才跟美老師提到的這種方式喔 我們透過Linked的學資提訊 還有Linked的教材應付的提供 來讓各個縣市有自己的人才庫 能夠把這個物理網 或者是說城市的人才可以運行來 那以學校為單位的部分呢 其實目前我們在全國的小學 還有高中 也都有推理科技的營隊 還有科普計畫的一些補助 那以人才為單位的部份呢 其實就是所謂的拔尖 但是拔尖這件事情呢 我們更希望學生能夠做到的是 能夠實際應用 所以像我們自己也舉辦了一些創科比賽 我們也贊助非常多的創科活動 我們希望這些科技人才 他有知識了之後 他也能夠找到一個平台 把他們的能力展現出來 更近以後呢 現在可以為社會來進行設立問題 那這邊就是以城市為單位的部分喔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這個縣市呢 創作性增能計畫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一個基金會的能力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再轉台灣 推動這麼多老師的培訓 但是我們如果把這個需求 切成單位 以每個縣市為單位的話 雖然我們的速度不夠快 可是我們絕對有辦法 一年一年一步一步的 讓更多的縣市的老師 能夠把他們的石子庫建立起來 特別是現在108課上路之後 我們了解到一區方面的老師 他可能在能力的增能上面 都會感到很焦慮 所以我們也希望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能夠給老師一些幫助 那最後呢我想跟大家提到的就是 剛才前面呢有跟大家講到 我們在做科技人才的培育 可是科技人才的培育 他如果長期跟社會脫節的話 其實這樣對社會的幫助是比較有限的 所以呢我們也非常積極的在推動 就是科技扎根之後 這些人才 他怎麼怎麼樣 能夠把這些帶來的改變 回饋到社會上演 和社會一起多家族共創 所以在今年呢 聯發科資金會也舉辦了 第一屆的自在家鄉 數位科技社會創新競賽 這個競賽它基本上呢 是用去鼓勵社會大眾 發現家鄉的一個問題 並且呢 嘗試用科技的方法來解決它 這個比賽呢 昨天12月1號在我們的總公司 在新競總部這邊辦完了決賽 在12月19號會頒獎 那這個比賽在明年的2月份呢 第二屆會上路 這個比賽它比較有趣的地方 它是以台灣的三個八鄉鎮為對象 希望大家呢 一起來找出家鄉裡的一個碰點 並且用吞進來尋找它的解決方案 在第一屆裡面呢 我們有1382位的參賽者參加 而且我們收到了超出我們預期 323屆的提案 這323屆呢 是分布案 分布在台灣368鄉鎮當中的 180個鄉鎮市區 那其中我上面有寫到13這個數字呢 其實它代表的意思是 今年最小的參賽者年齡只有13歲 一個13歲的孩子 他寫了一個程式 他希望呢能夠協助便利商店 解決剩餘食物的問題 我們知道每天喔便利商店11點過後 他當天過期的牛奶 三明治啊 或是那些微波顯示 他就必須整個丟掉 他寫了一個程式 他希望呢 未來這些 商品上面的條碼 還有貨價能夠連動 貨價會自動把最快到期的事物 推到最前面 而跟BOSS系統連結的時候呢 當他拿了今天要過期的這個三明治 去刷了結帳系統之後 結帳系統會顯示出八成 如果你選擇了比較多一點的時間 後面過期的這些食物呢 刷下去你就必須用原價嘛 雖然這個想法呢 還有他的技術還不是非常地成熟 可是我們覺得 這就是一個小小的科技人才 他試著用他的獨立的科技 來解決我們的社會問題 所以今年的人特別決定 一定要辦一個獎給他 那今天的時間比較短 我想最後的結論就是 其實聯邦科技長期 我們跟台灣 有非常密切的投入跟貫貫 那我們也希望在科技教育的這個領域呢 通過今天的分享 如果未來有興趣的這些現實呢 也可以跟我們聯繫 我們希望能夠一起 在台灣的科技人才大根上面 多做一些事情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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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邦科技 教育基金會 那請台下的觀眾 給他們 特別的掌聲 謝謝 謝謝 謝謝